这位先生你的血氧是88 那我们要把你转诊到医院区 好先提醒病患肺部状态异常 就怕是得了新冠肺炎 建议要去做腮解 却被病人用脏话标骂 医师真的好委屈还原当时状况 我们觉得还是要去医院看一下 看有没有得到新冠肺炎的可能 所以可能要去做快骰和PCR 就是这位白衣男子拒绝转诊筛检 走出诊所后还又折回来 在诊所外拉下口罩破口大骂 不会看病就不要当医生 随后戴上口罩走人 让一旁其他来看病的民众都傻眼 可能大家闷太久了 所以情绪发泄会比较大一点 大家知道我们医生还是秉持着专业 希望我们也不会是每个人 都会把他转去做PCR 7月8号上午10点27分 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的一间小诊所 当时白衣男友气喘病史来诊所拿药 医师诊断发现肺部出现新冠肺炎 会有的失落因加上血氧值剩下88% 要求转诊 没想到男子却暴怒 在诊所内以三字经入骂医师 走出诊所后心里大概是越想越气 折回来拿下口罩抢医师 我觉得这口气是有点重的 我们没有对他任何的负面的情绪 但我觉得这事情是需要被揭露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医生不是服务业 第二个就算是服务业 也不应该这样的对待 辱骂医生以及护理人员 已经违反刑法309条的公然侮辱罪 是可以处拘役或9000元以下的罚金的 脱下口罩的行为 也违反了传染病防治法 是可以处3000到15000元的罚还 一时说后来通报 北市卫生局协助监督转诊 白衣男必须在拿到转诊单后的24小时内 禁诉到社区裁检院所就医 只是面对医生的专业判断 却以不理性的方式辱骂 恐怕吃上官司外也对不起辛苦的医护人员 TVBS新闻和家人网址台北 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